Diadro Juárez 這個大學呢 是拉丁美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喔 海色三層 可可葉總會 值得了 剛剛買水的時候 發生了傳說中的墨西哥坑錢事件 好了我們點了 市場裡面的TACO 喔真的是豬肉耶 很香耶 就一上車之後那個司機就噼里啪啦 跟我們講一大串西班牙 那我聽到了一個字 Cash 哈囉我們現在又到墨西哥城的巴士站了 今天要離開墨西哥城 準備坐巴士去瓜那華拓 瓜那華拓是墨西哥中部的一座歷史名城 以其色彩繽紛的山城景觀文明 這座城市在殖民時期 曾是全球最重要的銀礦之一 因此留下許多華麗的西班牙殖民風格建築 瓜那華拓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世界文化遺產 城鎮狹窄的街道和五彩繽紛的房屋 也是電影可可葉總會的靈感來源 從首都墨西哥城前往瓜那華拓 大約需要四到五個小時的車程 我們這次也會搭巴士前往 我們坐的是去瓜那華拓兩家公司 其中之一的這個Primera Plus 然後我們現在就先去買一點吃的 因為車程總共有五個小時 好可愛的餅喔 這個餅我在美國沒看過 剛剛過安檢的時候 就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既然是只有男生要安檢 然後女生都不用 然後我們就上來之後 他就是會 每個人的行李他會給你一張票 然後到時候再拿那個票去訂你的行李 行李在下面 然後車子空間還蠻大的 有一個可以讓你的腳放的地方 所以我們已經準備好要迎接這個五個小時的車程 那個板車有超多條路線 因為都是長途巴士的關係 在巴士的後面都會有戶廁所 男生女生是完全分開的 裡面進去一看 其實非常的乾淨耶 Molay Rojo 墨西哥的特殊調味料 Molay 然後配上一個麵包 就很像一個超大顆的咖哩餃 經過了五個小時 我們終於到達瓜納華拖了 巴士站位於瓜納華拖的新城區 我們還需要搭乘一段Uber 才會到觀光客會去的老城區 在這邊搭乘Uber的時候 發現很多時候都是在地下穿梭 這個地下隧道系統也是瓜納華拖的特色 是從早期的防洪排水隧道改建而來 後來轉為給汽車通行 用來舒緩路面的交通 我們這次入住的旅館 Casa Director 離城中心的廣場走路大約五分鐘 可以步行抵達所有的景點 又不會被吵雜的廣場給打擾 房間感覺也經過整修 整體寬敞明亮 很推薦給大家 這個是我們飯店的 頂樓的游泳池 可以拍得到 瓜納華拖的彩色三層 好了我們現在從 飯店裡面走出來了 現在在瓜納華拖的 巷道裡面 我們等一下也要去看看那個 很像可可樂總會的彩色房子 有沒有很期待啊 不錯我現在已經覺得 這邊是漂亮的 第一個景點是 瓜納華拖大學的 藝術學院的樓梯 這個大學呢 是拉丁美洲 最古老的大學之一哦 樓梯上面 可以看到後面的大教堂 難怪那麼多人都要走上來 這邊的爬樓梯 還是會比平常累 因為它還是在海拔 2000公尺高的一個城市 可以看到那個大教堂的屋頂 哇 還有屁屁啦 今天杯 等一下我們要到那邊去看 我們現在到了 城鎮上面的這個教堂 前面的廣場 這邊超級熱鬧的 商店也很多 哇 這個教堂是不用收錢就可以進去的 我們進去看看吧 哇 我覺得這個比那個 墨西哥城裡面的那個還要 看起來還要金碧輝煌啊 華雷茲劇院 好美哦 上面有好多雕像 在華雷茲劇院前面的廣場 有好多人在表演音樂 這邊的餐廳很少 生意就都很好 對啊 趕在太陽下山之前 我們的下一站就是要到山上的 皮壁拉紀念碑去俯看 瓜那滑脫 從城鎮中心的廣場就可以直接走到這個 可以帶你上山的纜車站 好在我後面就是可以上山的纜車 不過現在排隊的人超多 然後時間也還早 所以我們決定用走路的上去 我剛剛看Google Map說 只要13分鐘 上山的路 都沒有人好安靜 應該就這條路會一路走到了吧 我們現在要去看的是 皮壁拉紀念碑 他是在地英雄 在地怎樣的英雄呢 就是在 獨立戰爭的時候 率領這個城鎮的人 去抵抗 就是入侵者 他們就在山上把它建了一個 紀念碑 我們上來了 還沒有到皮壁拉紀念碑 可是 到了一個小平台 彩色三層 可可葉總會值得了 好了 我們從皮壁拉紀念碑上面 看完要下山了 你覺得皮壁拉紀念碑那邊怎麼樣啊 我覺得很漂亮 非常值得去 其實皮壁拉有點可憐 好像沒有人是為了看它才去 不過我覺得我們走路上去 快要看到那邊有一個 平台 你看你拍的時候 還蠻好看的 所以那邊人比較沒有那麼多 而且不像上面就是你往下的話 會有一塊水的地 回到城鎮中心之後 我們來吃晚餐 我們挑的是很多人推薦的 GASA BALADES 我剛剛發現這家餐廳的主持人 就是 參加那個Iron Chef 骨骑河片 然後隨身小有骨氣吧 吃飽了 這家好便宜喔 我們剛剛那樣子吃 竟然只要一千塊PIZZA 而且分量超大 而且是好吃的 對啊 而且是拿過Iron Chef 不是拿過 就參加過Iron Chef的廚師 對 而且前面還發生了一個很暖心的事件 就是我們的名字好像被那個服務生漏掉了 所以就過了很久都沒有輪到我們 但我們也不以為意就想說 可能就是他們估錯時間 結果後來就有一個柏西個人走出來 然後就說 你們會講英文嗎 然後你們是不是在這邊等很久了 他就注意到我們是在他後面的 一組客人 然後他就發現在他進去之後 我們什麼過了那麼久還沒進去 對 然後他就主動去幫我們跟服務生問 結果發現服務生竟然漏掉我們的名字 沒錯 還好那個幫我們寄的服務生 有寄的Wendy的臉 對 不斷的話他就 對 死無對證 對然後我們最後就可以進去了 好暖心 好熱情喔 墨西哥不錯 入夜之後的瓜納華多 就像是不夜城一樣 仍然十分的熱鬧 是,沒有人性的 你會感動的 你會感動的 嘴敢說 是,你會感動的 你會感動的 16块的大水 这比餐厅划算太多 简易的便利商店 应该说已经是杂货店 真的 刚刚买水的时候 发生了传说中的墨西哥坑钱事件 我们的水是16块 然后给他20块 然后后来他找给我4个硬币 然后里面有一个是50cent 所以我们就被他坑了50cent 然后走出来之后才发现 最后回去跟他讨价还价 成功要回我的一块 所以大家自己也是要小心啊 早安 我们今天早上要去看 我们昨天还没有看到的一些景点 今天要去看一个很有名的街吻巷 走在这边的街道 有时候真的会很没有方向一下就好像迷路了一样 趋舍离奇啊 希望我是走对的 这里吗这里吗 哇找到了 真的隐藏的很隐秘耶 这个街文巷的故事呢 就是这边的一个女子 然后她住在这边的一个房子 然后她就认识了一个矿工男朋友 但是那个女子的爸爸不让他们交往 所以那个矿工男朋友 她就跑到这条箱子的对面的房子 租了一个房间 然后就从那个很窄的凤上 然后我们两个晚上就偷偷的 优惠接吻 我故事的结局就是 那个爸爸有一天 就发现了他们在接吻的事情 然后就把这个女儿 杀掉了 好紧暴力 这个地方是 Plazulia de Centernado 这里餐厅好多哦 这个广场很多餐厅耶 当地人的早餐店 现前的Rodilla 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去一个战争的 一个国务馆 一席国务馆 它那边是以前的一个堡垒 那时候18、100年 革命战争 然后墨西哥人 这个人民 那个革命军就已经攻进这个 城市瓜纳华图 然后当地的西班牙手机 就退守到那个堡垒里面 到了前面这个一看就是跟别的建筑 很不一样的东西 Hidako Hidako是那个革命领袖 明家Hidako 那时候西班牙人 带着军队跟宗教 像豺浪虎豹一般 来征服当地的原住人 超酷的啦 超酷的啦 这个锅上面都是酷的 这个就是采矿 然后把矿产运到墨西哥市的造壁墙 就是那种 有一个路线 这就是 就是白银植物 这是一个邮票 5块钱的邮票 那它也是一个 说明了当时革命战争的故事 像这个就是皮比拉 它就是背着石板 然后带领这个革命军 去冲破这个仓库堡垒的门 它背上背着这个石板 就是躲避西班牙的炮 根据历史学家的讲法 就是这个人 很有可能其实不存在 就是说这个皮比拉 它的新鲜 其实只是代表这边的人 因为要反抗那个 采矿这个博学 和西班牙的亚迫通知啊 然后才有塑造出这个英雄故事 逛完了 我觉得很不错 虽然它里面 一点英文的东西都没有 但是有Google先生 然后还是看得懂啊 那我们的下一站呢 要去这边的传统赤茶 美嘎都一大伙 早一点吃的当我们的午餐 黑白茄 黑白茄 猪皮店 大猪皮店又有一款 哇 大家都坐在路边吃 好了 我们点了市场里面的taco 这应该是猪肉taco 然后加了两种酱在我前面 他说这个超辣 然后这个一点点啥 小辣 怎么样 很辣吗 不错 还有在家里 哦 你跟我家的薄朵 我家的薄朵 我家的薄朵 这个是猪肉 很香 有一点点那个猪肉的臭味 那上面的玉米饼超香的 我喜欢那种很软的玉米饼 它肉给包包多了 包不起来 我刚刚就说给两遍 就不会破掉 我还是破啦 都是啦 好我们第二间要来吃这个 墨西哥的快餐店 算快餐店吗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他就卖很多汉堡啊 然后炸肉排 可是这个店超多家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也是 这边很普通的一种餐厅 有点洋化的料理 真的 然后点了炸鸡排饭 等一下看哪个给我们熟 好了 来了 看起来有没有很像一个 炸鸡排便当 只是配菜换成豆子跟沙拉 分量看起来还蛮够的 这样子是100块匹所 大概6块美金 对 换台币180 对 其实我觉得这边吃的东西 还是有比台湾到很贵 就是说这种皮肤小吃 然后除了咖啡 除了咖啡之外 其实它好好吃 偏醉 如何 很软啊 好好吃啊 吃起来很正常 嗯 蛮更香吧 喔 饭里面有酪梨耶 有的一些 还是小黄瓜 小黄瓜 怎么样 它的豆子 香蕉子加 难得不是用黑豆 这好像是大豆 大豆 不好意思 没有什么味道 可是还蛮好吃的 炫 很害致 还揍人又来了 如果没有鞋 我刚没听到吗 这是不理太过的钱吗 是啊 但是我没有再看它 好 进入菜市场的商品部门 水果很丰富耶 水果很丰富耶 这个是什么 仙女棒 仙女棒 酷喔 好大支喔 超长的 欸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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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名不虛傳的世界文化遺產 你覺得呢 我覺得 當然 而且每個小象都超適合牌照 其實都顏色很美啊 然後搭配旁邊的景色 對付錢的話 好像在歐洲的屋城一樣 而且這個城市的故事 不是也很明顯 就是它的歷史意義啊 然後作為白銀的那個產地之類 所以都很值得大家來看東西 好 我們現在抵達了 瓜納華托機場 然後剛剛叫Uber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意料之外的事情 就一上車之後 那個司機就噼里啪啦 跟我們講一大串西班牙語 那我聽到了一個字Cash 我就隱約覺得不對 還有 因為那邊網路不好 因為我說過那個地方 是有很多山洞 然後在隧道裡面 然後就開了好長一段隧道 然後出去已經到了一個 山谷裡面的時候 它的Google翻譯終於翻出來了 它就說 You can pay in cash 簡單來講呢 它就是意思就是說 Uber會抽太多礦品水 然後叫我們把Uber取消掉之後 然後直接付現金給它 然後可以送我們便宜一點 原本四百六十九 然後它算我們四百 然後後來過收費站之後 它就叫我們要自己付收費站 過路費 對 三十五塊 對 雖然算是合理啊 但是就覺得 呃 一般不是都是司機的固責付嗎 對 Uber的話就會cover 對 剛才之後我們會付了四百三十號 是沒有虧啦 平安抵達了 總是 所以Uber也不一定保證安全耶 就是給大家一個經驗囉 接著我們就要搭飛機前往這次 假期的最後一站 渡假勝地坎坤 從那個地方轉機回美國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別忘了要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加分享哦